这是西洋人对一个私有产权的一个明确的概念 私有产权当目前为止 它证明是一个比较科学的 可以界定就是人和集体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国富论讲的这个东西就是 人是有追求私利的自由的 在无害于他人的情况下 有追求私利的自由 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追逐财富呢 可以即便他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 他没有照顾整个社会 但是他只要没有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没有危害到其他人 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值得我们鼓励的 就是西洋人他把个人和集体之间 他是分得很开 有些个人的潜力是集体不会干涉的 也不能干涉的 公权跟私权 群举界定是很明确的 集体跟个人之间一定要分得很开 中国曾经走过一条很弯的路 就是认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有私人财产 所有人不应该追求自己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有的人只能听从大集体的安排 国家的安排 然后呢 老老实实的去吃大锅饭 去种田 去大炼钢铁 实际上已经证明那种是失败的 坚持私有产权制度呢 其实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的欧盟 欧盟里面有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发达国家 比如说像荷兰 冰岛 这些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对于私有产权的定义 也是很社会主义的 不要以为只有我们中国 越南 这些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社会国家 很多我们定义为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教科书里面定义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实它是非常社会主义的 这个关于欧洲各国的历史 多了解一下欧洲各国的文化 比如说冰岛 河南 这些小国家